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是一种非常古老的常见病 据说早在三千年前就有人对此病进行过描述 今天的保健原地 我们邀请专家介绍偏头痛和其他常见头痛病的治疗 演播现场的专家是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的戴仲东博士 节目进行当中 欢迎广大观众和听众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直播电话 向专家提出问题或者是发表自己的意见 那么参加节目的方法是这样的 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电话的方式 请您先播10810 或者播108710 再播8668375161 另外也要告诉大家 美国之音的节目除了通过短播电台和卫星电视播出以外 您也可以登陆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 用现场视频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或者浏览其他的最新的报道和影响资料 我们的网址是www.voachinese.com 在开始今天的讨论之前 我们首先来看两则与偏头痛相关的报道 有3500万美国人患有偏头痛和经常头痛的疾病 这种疾病非常这种疼痛非常的强烈 它能够使人失去行动能力 寸步难行 现在医生使用一种能够去除病痛的机器来取代药物治疗 这种感觉来得非常快 本来你还是好好的 突然你的头部感到剧烈的疼痛 想想看那种高强度疼痛 并且持续不断的疼痛 头痛是如此的痛苦 以至于发作起来时 我想叫人把自己脑袋给拿下来 以摆脱这种疼痛 当药物治疗无法缓解这种多发性头痛时 一些医生求助于可植入体内的神经起搏器 这种由充电电池激化的电极 大约有一根火柴棍大小 它被植入后脑的整骨神经附近 激活后脑神经可以刺激整骨神经 然后反馈给大脑 以改变大脑对头痛信号做出反应的行为方式 你可以用遥控器来启动和关闭这个起搏器 在试验过程当中 我们关闭起搏器时 头痛便复发了 经过六个月的治疗 六名患者中有五名表示头痛有所缓解 疗效几乎为95% 这种疗法可以为几乎被头痛毁灭其生活的患者解除痛苦 这真令人激动 它促使我继续探索 对于许多偏头痛患者来说 没有药物副作用就能摆脱疼痛 真是一种解脱 美国 美国大约有2950万人受到偏头痛的困扰 其中很多人因严重的头痛而无法正常的工作 压力 天气变化等因素都可能引发偏头痛 偏头痛还可能给一些患者带来更严重的潜在的问题 美国大约的报道 他们已经走投无路 想想看五六级的疼痛 不见好转是什么样子 我什么都做不了 也不能看书 对生物工程师西金斯来说 偏头痛成了他职业的绊脚石 我的最初症状 即先兆症状 就是在我的试点内出现了一个小盲点 先兆症状困扰着大约三分之一的患者 大多数人都不知道 这种视觉症状可以导致可能致命的软元孔未必心脏缺失 我们认为50%的先兆型偏头痛患者都患有卵元孔未必症 心脏的孔会增加中风的风险 如果你患有先兆型偏头痛 而且一个月至少会痛上几次 那你首先应该进行超声心动图检查 以确定是否患有卵元孔未必 除了中风之外 还可能增加心脏病和抑郁症的风险 坤塔基斯医生说 患者往往分不清 静脉豆血栓引起的头痛和偏头痛 很多头痛患者来看病 说自己患有静脉豆血栓引起的头痛 他们大多指的是血管原性头痛 虽然玛利亚的偏头痛没有恶化 但是她一直在争取得到正确的确诊 回去找医生 告诉她还有其他的症状 但愿这些努力能确保她未来的健康 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您正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的保健原地节目 带着陆博士欢迎来到保健原地 好 谢谢您主持人邀请 刚才我们节目一开始 这两篇报道都是关于我们今天这个话题 偏头痛 说起偏头痛好像非常的形象 就是头的一边疼 但是真正的从医学的角度来讲 到底什么是偏头痛 偏头痛的定义就是说 它经常反复发作 是振发性的 它可以是一侧 也可以是两侧 两侧也叫偏头痛 对 因为在英文上来讲 它这个英文词的意思 不是说只是一侧的意思 在我们中文讲是偏头痛 但它是一个特定的一种病 不是像我们平常说 头疼脑热 就是这种简单的 它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一种 就是头疼的疾病 也就是说 神经血管性的 也就是说 比如说有时候有人 可能在比如说患感冒的时候 头痛 他头痛的时候 只有只是一边疼 那这种情况 不一定是真正所谓的偏头疼 对 如果是感冒时候引起的疼痛 那个是属于感染 有时候紧张引起的疼痛 它跟感染有关系 跟血管神经反射都有关系 但它不是偏头痛 就是我们所说的这种 医学上所说的这种偏头痛 就英文里头叫migraine 就是刚才你说了 是血管性的 血管神经性 那它的这个特点是什么 对 它还和激素有关系 激素 对 它特点就是 它可以反复发作 它发作的间期是正常的 不像我们平常有时候说 哎呀 头疼了 持续时间比较久啊 它这个偏头疼 持续时间可以从四个小时到三天 或者有的会再长一些 但是呢 它在你不发作的时候 就是间歇期间 完全正常 而且你做各种检查啊 脑部的各种检查啊 都是正常的 像你做脑电图啊 CD啊 CT啊 或者是叫扫描啊 都是正常的 只有在发作期间 它可以有轻微的 可能有脑电波的一点点改变 就是说你查不出 有气质性的病变 但是疼起来呢 非常严重 它是一种跳动性疼痛 就是像血管在 在头部啊 嗯 刚才我们节目一开始 像是随着这个脉搏跳动 对对对 就是这种感觉 但是这个病很难诊断 就是 嗯 它很难诊断的原因是 因为我们现在还不知道 到底造成这种所谓偏头通病的这个原因是什么 还是什么其他的 对 您说到原因啊 就是确实现在就是还不太清楚这个原因到底是什么 但是呢 啊 那么长久以来的理论就是说是因为血管的变化啊 一开始呢 某种刺激啊 它是有诱因的 嗯 就是在诱因的情况下呢 啊 血管呢 开始它是扩张 嗯 扩张呢 时候呢 就有一些先兆症状 它偏头通分两种啊 一种是有先兆 一种是没有先兆 那么有先兆的时候呢 就是说血管扩张 这个是一个病疾病 然后真正头疼开始的时候呢 就说是血管痙攣 嗯 因为血管一痙攣呢 呃 就影响脑部供血缺氧 就是引起剧烈的疼痛 那么还有呃 还有谈到就是一种化学物质 像呃 脑部分泌的五腔色胺啊 就是神经分泌物质 是一种化学物质 呃 这些理论都是长长期来大家就是怀疑是这样 嗯 但最新的研究呢 又表明好像呃 呃 有些科学家啊 像在我们就是国家呃 国立卫生研究院啊 美国呃 呃 呃 有研究表明呢 呃 呃 他发现在某个部位就是有一些电波的改变 呃